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排这边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的排队美食 七百秒 应该七百秒 我们来这边已经快半个多月了 但是却没有吃过一次拉面 所以就来试试看 它这个是多一个肉的寿司 然后这个是有一碗饭 就是有鸡蛋跟肉的饭 小鸡蛋跟肉的饭 那两个就是差别在一个有鸡蛋跟肉的饭 一个是肉寿司 然后比较麻烦的是 沾面有两种汤 反而是沾面比较不好学 嗯 然后再来就是 看来大家都是点这个肉超多的 可是不知道多少 好像是多三百 三百八是不是 嗯 还是我们点这个 然后再加大盛 就会变得好吃 因为刚刚它点这个 又点这个 然后其实加起来还比较贵 对啊 对啊 它这样点还比较贵 那点这样比较便宜 它可能这个是小碗的 可能这个碗会比较大 没有一样吧 我觉得既然它都这样写 一样的东西啊 这是优惠家 对啊 所以我们点这个 嗯 一个饭 一个饭 然后再大盛 就是面再加 就会吃得很饱 嗯 然后这个是 肉酥 要不要加一个 这个 好 好 那你偷 你要用这个还是 要用一千块 偷 嗯 这样就可以吃很饱 嗯 然后又好吃 你有退币吗 没有没有没有 它都自己掉下来 刚好 嗯 嗯 它的 Oshimori 是有颜色 这个是红色 这是 蓝色 诶 可能都不一样 好像就红色跟蓝色 好像就红色跟蓝色 呵呵呵 嗯 嗯 这个是七百 可是 为什么知道 上面有很多的 那种 鱼的干 应该就是会 加一些鱼干进去吧 像有个沾面 有另外一种沾面 该不会是鱼 但是它 沾面是鱼口味 哦 有可能 可是因为我们 很多点 那个拉面 没有点沾面 所以也不知道 它是哪种 对啊 很可惜 好 调一调的 什么东西 就是 哦 它 可能是牛棒 牛棒 所以它的 这个牛棒 是 它就是碗上面 有一圈一圈 像是蚊香的东西 就是牛棒 日本的牛棒很好吃 日本的牛棒 如果我们是吃到 那一家店 不知道 每个牛棒 是不是都一样 嗯 好 非常期待 如果我唱的话 它的沾面好像 蛮厉害的 因为它用很多鱼去熬它的高汤 嗯 如果有机会请我再吃看看 对啊 这是全国 日本全国的那个 五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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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千名店 五千名店 好像排行榜 嗯 它们真的对吃 都就是竞争到这种地 而且也不知道它五千排第几 很很很 应该很强 我觉得第一名应该就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老师 那种握手 是 你可能一次都要拍个一两个 好重喔 对 天啊 这女生应该拉不下来吧 哦 它的汤是那种 那个很浓的那种汤 类似分子料理那种 好快换快 因为我们还有加面 所以更重 好 它有两种肉 就是基本块有两种 先转过来好 这个应该是苏肥鸡吧 一看就知道 因为老师我没有讲张话 然后这个看起来像是猪肉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应该是牛棒 牛棒对 炸牛棒 好 好 好好吃喔 这是牛棒 然后炸的脆脆 很香 它牛棒 竟然可以 有甜味跑出来 牛棒的香味跟甜味 然后略在微苦 那就是它的面 我们就加面 所以面全部都是面 很浓 它的汤口非常的浓 跟牛奶一样 可以感受它的浓稠感 哇 这个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吗 嗯 它好喝喔 它应该有加海鲜吗 有啊 它的那个鸡 它不是单纯的鸡的味道 它很浓厚 它很浓厚 所以我觉得感觉 不是单纯的鸡汤 就是好像有加那个猪股去熬 好 那吃一下它就再喝 它的肉好像还有一点 就是血 就是很嫩 但是猪肉很好吃 竟然猪肉可以做得嫩 嗯 它就切成薄片 然后非常的软嫩 然后咬下去 那个猪油的香气就跑出来了 嗯 它很浓耶 那吃一下它的那个 这个是鸡肉 猪肥鸡肉 猪肥鸡肉 猪肥鸡算是做到 软嫩 但是又有那个鸡肉的纹理的那种口感 还不错 不会说就是 你知道 有些吃到的鸡肉就是软啪啪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它是有肉的扎实的那种口感 那非常的好吃 汤好厉害 汤让你越有味性 它的汤会让你想一口一口 慢慢的去品尝 因为它味道太 太那个太复杂 那如果是鸡汤我可以想象 可是它这样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它里面有混了多少东西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 它面体什么样子 面体 面体就是很拉面 就是那种细面 但是又很有咬劲 嗯 嗯 然后它的鸡面又可以 你过着汤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它的汤 因为它的汤不是 它的汤不是那种 清糖 它的汤会有种 像是油脂的感觉 然后 还有它本身的汤 对 你会感受到它 可以包覆住 还蛮好吃的 嗯 我们看一下它的饭 丼饭 它丼饭也不小 比我们想象大很多 这是它的什么 不知道什么饭 因为看肉 我们点的是组合式的套餐 很香 那种香料 对 是猪肉 它那种香料 有点像五香的那种感觉 然后 加上一个小的鸩鸩蛋 鸩鸩蛋 然后把它破一破 那我来吃看看 这样有多好吃 对啊 好棒 嗯 它那微咸的那个 那个调味配上饭 整个又 就是整个就是 稀释的刚刚好 就是 就是 你会觉得就是 不会太咸 然后也不会太淡 就是刚好 它那个饭跟肉的那个 的那个搭配很厉害 嗯 然后它的蛋完全没有鲜味 然后增加了那种 那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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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稠稠的那种 口感 那最后 我们要吃这个重头戏 就是这个 肉 牛肉的 寿司 对啊 我本来想 我一开始就想说 是这样的 肉片应该是 牛肉吧 不可能是鸡啊 鸡不可能鞋到这么饱 也不可能鞋到这么饱 也不可能鞋到这么饱 对 所以我吃吃看 到底是什么肉 应该就是牛肉吧 而且是 和牛的感觉 是不是 嗯 牛肉 牛肉很好吃的牛 嗯 我觉得它好大便 真的很 很扎 很划算的感觉 它现在满口的 这个 鱼香 然后其实它是 生的 但是稍微烤过 哦 就是用炙烧嘛 就是 但是它的炙烧 炙烧得非常 就是 像滑过一样 所以它有 烤过的香气 可是你可以吃到 牛肉生的那种口感 吃下去 它的 油脂也不会太油 让你觉得就是 油到不行 它的刚刚好的油脂 跟饭混在一起 然后 能感受到 油脂那种 混濁的饭 然后饭 饭的出饭那种 微微的酸酸的 吃起来好搭 哦 吃完了 应该是回不去了 因为很难再去吃 别的 你是说回不去台湾 又不想回去 对 就住在这边 安居乐业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 可能要马上吃 对 要趕快吃 两个都把它吃掉 超好吃的感觉 好香哦 嗯 太好了 谢谢教授 那我们就 我要准备开动 开动 那就开动咯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白鲜 它口感很浓郁 而且汤头 非常浓厚 超好吃 欸我觉得 这个难怪会排队 但是有原因的 就是吃过日本的 正统的拉面 再吃过台湾 真的是有这种差距 它的口 它的口味就是有一种 很厉害的那种细致度 对 它的 它的那个海鲜 跟它的那个鸡的那个鲜味 全部都浓缩在它的汤头当中 所以变成你越吃 你那个嘴巴里面的那个鲜味 越明显 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加那样 哦 你说 会稀释掉它的汤头 对啊 那它的那个筍子 超好吃 因为我一直觉得 日本拉面 他们是加筍干 然后它是加这一颗 厚实的一片的筍子 我觉得这个比较搭 因为它加筍干 用料理方式 跟本身拉面的味道会 我是一直觉得大不祥 可是它这个筍 就是单纯的筍 没有做太多 你说牛肉棒吗 不是不是 它中间一块 两块筍 我还没吃到 它那个筍的口感非常好 跟筍干不一样 筍干好像他们会用碱水去煮 所以会用碱味 还是 还是 就是他们这个 传统的筍干 被 被它 被这个已经是净化过的筍 几百年 它那个筍就是跟面很搭 而且它的肉 其实给的还蛮厚实的 就吃起来 就是 顺便 你如果要加点 350块的肉 其实也蛮值得 它多几片肉 口感更好 香气 挺厉害 但是好香的 不知道明明就是味道很 很 就是有没有饭味 为什么 就是吃起来特别 很甜 对 值得 值得 很值得这个价钱 而且还算便宜 980块 那我吃吃看它的饭 你可以把上面的饭 我来吃一吃 然后等一下才可以夹那个 汤进去 对 不是 你应该先把面吃掉 这个 这个是菜 先把面吃掉 好 好 我差不允许把它打回去 放 像我这个是加面 然后一个套餐 一百 一千一百五十块 然后再加上 加上大盛 就是大盛的面 所以就是多加一百 所以就一千两百五十块 一千两百五十块 一千两百五十块 会吃很饱 大概吃完了以后 你就 可以饱到晚上 中午饱到晚上 然后它的那个 加寿司 我觉得也算蛮好酸 两颗寿司 可以饱到 豬牛 豬鸡跟牛 三种肉 超爽 就喜欢吃什么肉都有 嗯 一个是笋 一个是 很像萝卜耶 因为口感比较嫩 而且像 它的配菜 我觉得跟拉面很配 有些 大部分的 拉面配菜 我一直觉得很辣 就是 没有突兀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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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它的配菜 都跟拉面很配合 要选的就是那种 就是 味道比较平淡的那种 蔬菜 像是牛饭 像是那种大笋 笋块 它就是笋块 好饱 真 笋子炖得很入味 最后一口都不会滴 对 而且它汤 其实最后会留下一些汤 配饭刚好 我喜欢吃 那个 辣面汤炒饭的鲜一杯鲜奶蛋 这可以把它倒过来 汤倒过来 我帮你吃 你要 你要 你要帮我倒过来 因为你没有吃到 可以吃 我真的很满足耶 很好吃 好满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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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汤头 再配上这个饭 一卷 然后用汤匙把它咬着吃 好好看 嗯 第一种吃法 新鲜的汁 新鲜的汁 我要喝茶 嗯 还有这个 是气味粉吗 就是气味粉 我觉得 它加饭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麻烦 一次吃两种口味 三种 对 就是变成说 还有一个 那个 咖喱的 那个 拉面的浓汤 跟饭 揉在一起 而且 刚好耶 我觉得 咸度也不会太咸 咸度也不会太咸 推荐 你说像吃完火锅之后的炸脆 你只在附中我的 对 因为我刚刚没有入到汤 吃完火锅 最后的炸脆 嗯 对 好满 非常好吃 它都不算好辣 等一下再烤 再烤 嗯 嗯 这个炸的妙女猪猪啊 没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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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